英国钢琴表演艺人凯瓦娜在伦敦圣潘格拉斯车站直播演奏时 被进入镜头的持有五星红旗前来拍摄中国新年祝福视频的 中国六人小组要求停止拍摄并删除视频 理由是他们与中国委托方有保密协议和肖像权 在争执的过程中凯瓦娜又被指为种族主义 和触碰了集中的一位女性 而一位中国女子在事后发布的简说视频中 认为他们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去保护国旗 华人小剧主提出的停止拍摄并删除视频的要求是否合法 看完了是否涉嫌种族歧视 为何舆论特别关注这个争议事件 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 我们上面提到的几个问题 第一位嘉宾是美国律师高光俊 高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资新主持人小明先生 小明你好 各位朋友好 主持人好 谢谢两位嘉宾今天参加我们的讨论 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啊 我就问那个律师高光俊 这个华人呢里面啊 这个我们把它就叫做六人小组吧 或者叫华人小剧组 他们呢进入了这个直播的这个甘心家的这个视频的里头 后来说你能不能把它删掉 并您停止拍摄 那么从你理解角度说 这个法律角度来看啊 中国人提出的这些要求合不合理 合不合法 我看到这个录像 我也观察到 中国的那个年轻人一再提到这个肖像权 而美国的这个这个英国的这个卡瓦拉 也一再谈论到所谓的肖像权的问题 那在民主的这个国家里面 确实有一个肖像权的这个问题 但是这要分在不同的这个地方 如果在公共场合 那这个是你自愿到一个公共场合去 那你的肖像就是可以让人家来拍摄的 所以这就是卡瓦拉一再这个争辩的 这是在公共场合 是public place 是在这个国际的这个机场 在这个地方任何人可以拍摄任何人 那除非这个肖像被用来作为商业盈利的目的 大量的盈利 那这个就会有可能会牵涉到 它的肖像权的问题 那卡瓦拉是不是用这个肖像权的盈利 我们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但即使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盈利的 这个肖像权的这个法律问题 它也不是说要求它删掉 它也可以采取后面的一些措施 总而言之 在公共的场合里面 这是没有肖像权这样一个说法的 你自动到了公共场合 那你就是应该想象到 你的肖像是会被拍摄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警察跟卡瓦拉先生聊天的时候 也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这个卡瓦拉先生一再的强调 这个他是在公共的场合 他有这个言论自由 他也拍摄的自由 所以这个肖像权这个问题 在公共场合是不存在的 那另外一个方面 我觉得非常奇怪的 有一点就是说 如果这位先生来争论 这个肖像权自己被用的话 那我们这一点 我在美国也经常碰到一些 来美国的这些中国的朋友 来讨论这些所谓的权利的问题 那其实在中国 在很多场合到处都是监控录像 所有人的这个面孔 都可以被拍摄被利用 那为什么这个朋友 不会在北京机场去争论 他的肖像权被这个中国政府这个利用 被拍摄 而要到英国来说 跟一个英国人来争论 你的肖像 他的肖像权的问题 让英国人停止这个 这个播出录像 所以这个是让这个卡瓦拉 非常生气的地方 那个我看这个商业内幕的 这个报道 这个消息的时候 提到这个六人小组 他们有别人很详细的报道 那么集中就提到了 这个英国警方 这个一个说法 就是公众和媒体 在公共场所摄影和拍照 不需要许可证 那么警方的无权阻止他们拍摄 或拍摄事件或拍摄 警方人员 那么小明 执行先生 我想请问您 就是这个华人 这个跟这个英国钢琴家 在这个事件中 争弄的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比较敏感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种族歧视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 你觉得这个指称 是否成立呢 我认为完全不成立 因为这里边 他并不是针对中国人 或者说针对某一个种族说的话 他针对的是中共国的国旗 所以我这个从英国的钢琴家的 他这个言谈话语来说 我能够感受到 这位钢琴家 对这个中共国的国旗 有一定的反感情绪 但是这里边 是他有他内在原因 比方说 这些年 中共当局在国际上 特别是在香港的那种霸道行为 对中英联合声明的践踏 在香港实施法西斯统治 把黎智英 这种很多这种无辜的人 给抓进监狱 在采取这种言论控制 我想英国人对中共国 和中共的国旗 有反感情绪 那也是在情理之中 这应该是一个 正常人应有的正常反应 那么从这个音乐家的 这个言谈过程中 我们能够感受到 他的这种 对中共这个国旗的这种 相当强烈的这种反感情绪 对这件事情上 我个人以为 应该反思的是中国人 是那些小粉红 为什么这个钢琴家 对这面旗帜 如此的反感 另外一点我想提的就是说 种族歧视这个指控 在西方应该说 有极大的杀伤力 看得出那几个小粉红 在争论中 他们是有相当的恶意的 他们如果说彼此之间 有了什么误会的话 应该进行这种 很善意的交流和解释 比方说我在这儿 为什么我们到这儿来 我们有跟某些 有商业的合同 我们不能提前露脸 那么这些话 可以很轻易的做一个解释 但是他们却采用了这种最恶毒的方式 来攻击对方 来羞辱对方 这样那种种族歧视 还有类似的 你不许碰它 好像有类似这种性骚扰的这种指控 这个我觉得都是极为恶毒的做法 这个呢 是在有意的 就是想羞辱对方 打垮对方 从精神上打垮对方 所以这里边 反映出的问题 不是这个英国钢琴家的问题 而恰恰反映出 这些小粉红的这种 特别的这种恶毒的地方 让人感到这种 不寒而栗的地方 所以让人感到 他们已经不是一般的这种 发生一般的摩擦冲突 而是在有一些误会之后 他们的这种表现 给人感觉到非常的阴毒 非常的霸道 谢谢 这个事件的 这个升级呢 应该就是从这个 国旗的事件开始 那么围绕着国旗事件呢 这个英国人说 你看你这个旗子 是共产党的这个旗子 那么就关于这个共产党党旗 和这个国旗的问题 就开始出现了 那么呢 因为说共产党中国的旗帜呢 那个小伙子呢 就这个小伙子 现在大家查到叫 前孔子学院工作人员叫任雪莲 他就说 你这是骑士 这就是骑士 这个总统骑士的招指控就出来了 那么因为呢 他指的那个旗子 碰到那个旗子呢 又说他触碰了某位女性 那么这位女性呢 是经常在英国主持 华人庆祝活动的主持人张灵 那么这个张灵呢 因为有英国人的身份 所以说后来又有人说 这个事件跟中国没有关系 这个钢琴家是个英国人 你张灵是一个英国人 打来打去是两个英国人在打 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呢 能不能扯上呢 这个爱国主义呢 可是刚刚我们的视频里出现的那位女士 她是英国的招聘机构的 这个一家招聘机构的CEO 叫刘孟盈 她在后面做出的解说的视频中呢 又说他们在这个车站的行动 是一个保护国旗的一个行动 所以说把所有的东西呢 就通过这样一个 里面的这样一种啊 对话的冲突和争执都给带出来了 所以说我想请问我们的这个高光俊律师 就是说这个冷血年啊 说这个英国钢琴家 把这个国旗呢 说为共产党 他应该再学习 你觉得他这个批评是不是正确 是不是卡瓦纳对中国的理解有错 还是卡瓦纳理解中国就是这样 我看了好几次 我重复的看到他们的一些谈话读音 确确实是卡瓦纳先生 一直说的是communist party的flag 他没有说是中国的国旗 他一直说是共产党的这个 你们是共产党一致 那当然那个人拿的那个旗旗 实际上是个中国国旗 那中国国旗和共产党的党旗 还是有区别的 那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卡瓦纳先生可能确确实是没有分清楚 这个国旗到底是共产党 他一直用的是共产主义怎么怎么样 而且从最早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看到说那边有中国人 他说很高兴我们叫中国人 Chinese Chinese 我们去跟他去拍照跟他说一下 这个他从来没有说 憎恨中国人这样一个说法 所以这不存在着说种族歧视的问题 这是说那个张宁那就更怪了 本来是英国人入了英国国旗 按照我们这个在西方的 如果你宣誓入了那个国家的国旗 那你就要忠孝这个国家 可是你一个英国人拿着中共的国旗 然后去说维护中共的国旗 那像这样一种人 我建议英国政府应该很好地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吊销它的国际 那到底你是中任哪个国家 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 中国政府是不承认双重国际的 那你既然是英国人 那你就不存在着说 维护中国的国旗的这个问题了 这是完全是两码事 所以把这个事情更搅得就是很荒唐了 对不对 而另外背后的原因我们看到 他们在那边拍这个东西的时候 显然是为了拍这个大年三十除夕的这个晚会 搞了一些视频在那边搞去 那这个在全世界各地 包括在纽约 他们也偷偷地拍摄这些东西 每年都拿上去说这个现场直播 那为了这样一个事件 所以我们看到出缴获出来的一些因素 另外说不能碰 我也听到那个小伙子说 你不能够touch那个young girl 你的age 他用的是说你这个年龄 不能够碰这个女孩子 这个当然没有什么任何逻辑了 这个但我看那个视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碰 只是说人在说话自然的时候 就可能是这个有一点接触 那那个小伙子一说的时候 这个卡巴拉赶紧往后退一下 觉得很紧张 这也就典型的反映了 中国人在争论的时候 希望能够这个强词夺理 希望碰瓷 希望拿到一个所谓的性骚扰 往这方面去引导来 这个人打倒你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那种逻辑变弹 等一下这个任选年教育 这个英国干净是说 应该继续接受这个一些教育 去了解国籍和党籍的这个区别 但是我们这个油管的网友 关于这个话题有一些点评 这个叫张的网友 他说呢 其实很多中国人并不知道五星旗的意思 另外一个叫I don't care as a dictator 的这个油管网友 他说五星旗中间最大的那颗 就是共产党 就是共产党旗子 完全没有问题 这是所谓一党专政的体现 民主国家的国际上没有政党 因为政党是变化的 这两位网友 这两个看法都是非常有意思的 正是围绕着这个旗子的问题 这个冷血连说 Don't touch her 实际上这个her呢 后面他那句话又实际上指的是张宁 所以说这个语词就比较混乱 但是这个卡瓦娜呢 在他的那视频中呢 就把这个事情就 他说K博士大战共产党 把他解说到了这样一个意义 说中国那个小组呢 把这个事情升华为保卫国旗的行动 把他升华为指控 这个性骚扰和种族歧视的活动 那么K博士也不客气 他说他是K博士在大战共产党 那么这个小明先生 你认为这个是K博士 在伦敦的车上大战共产党吗 应该说这个K博士呢 也是把这件事情的简单化了 当然从本质上来讲 这是在和共产党的最外围在作战 如果大战共产党的话呢 还需要更强大的这种行动 这个呢应该说他面对的是一种共产党里边的小粉红 并不是真正就是背后有特别杀伤力的这个共产党的组织 他还没有直接碰上 这些人的应该说是在很大程度上 是一种没有过叛 就在某些方面表现的像是那种没有过叛逆期的这种少年 他们挑露出来这种幼稚浅薄疯狂 当然另一方面他要带有极强的这种共产党的特色 就是极端的阴毒 非常的光棍 做事情这个做得非常的阴险 比方说这种指控的这种种族主义 种族歧视 这在西方是绝对的 是不可触碰的东西 所以再一个就是这种指控的这种类似的 往性骚扰的这种指控的这种引导 所以这个呢 看得出来这些方面的话呢 他都是非常非常的阴毒的 这点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种 中共的这种作风风格 这个里边确实是非常大的问题 再一个呢 这些小粉红 他们这个表现确实非常的共产党 比方说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这种利用 他们就是非常的在这种公开场合 他们没有任何的这种自我约束 好像他们非常的利用这种言论自由 但是呢 他们表露出来却是他们的这种极端的野蛮霸道 他们不是一种以人为善的方式 比方民主制度的 是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 才可能有民主 如果彼此之间的相互陷害 这种是不可能有民主的 所以他能打交道的方式上 有非常的中共 从这个角度讲呢 这个K博士说他和中共大战也有一定道理 但是我觉得啊 西方世界应该通过这个事情有所警惕 应该说中共的这种毒素正在毁掉西方的这个最基本的生活方式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因素 所以从这个角度考虑的话 那么西方世界应该有所警惕 应该在法律上或者在很多地方采取一些措施 阻止中共毒素对西方世界的侵害 谢谢 小明知心你提到这个西方应该有所警惕的这个问题 正好我看到有一个那个X上的有一个人的推特 他是英国陆军退役上校 生化战防疫增加 阿斯利康疫苗公司全球运营总监劳伦斯赛林 他说啊 这个事件呢 现在已经是重大国际事件了 抗上去亲中共的中国人在英国辱骂钢琴演奏家 在我看来呢 他说啊 这里面有中共统战部的明显足迹 负责海外影响力的和情报的运作 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啊 就提升到比较高的一个角度了啊 那你怎么看他这么一个观察的角度呢 我个人感觉他这个说法非常的准确 但是说统战部呢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这么确凿啊 因为这几个小粉红他们的这个表现应该说是非常有中共特色的 但是呢 他们的这个行为恰恰没有起到统战的效果 而是恰恰相反 把很多没有对中共没有警惕的人提醒起来了 把他们推向了中共的反面撤 我觉得如果说他们是统战部派出来的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失败 就是说这些人对统战部来讲是非常失败的一个派出 谢谢 所以说这个日本有一家小酒馆啊 后来因为这个说说小粉红到那去做视频 最后把他做的影响很大 后来有些人在那弄成八九六四的这个招贴 后来这个小粉红也不来了 那么就有人给这个钢琴家出主意 就是说你以后也弄个八九六四的这个T恤 然后你放在那钢琴边上 然后呢 以后看看小粉红还来不来这闹事 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说把有的我看有些评论说 把这个K博士活生生的变成了一个这个反共斗士 这么有这么一个说法 那么这个事情呢 K博士在提升它的高度 中国的小剧组也在提升它的高度 那么从第三者的舆论观察的角度呢 也在提升它的高度 所以说造成媒体和舆论特别的关注 那么长平先生呢 在德国之声呢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说这个事情的分析啊 他指出这个现象指出的 中国小粉红对西方公共空间的庆施 和西方人应该怎样对待中国人 他说这个问题呢 值得关注 所以想请问高律师啊 小粉红对西方公共空间的庆施 和西方人怎么看到中国人那两个事情 你觉得值得担忧吗 这些事情的 我的观察是 我倒没有看到很明显的迹象 说这些人就是中共情治机构啊 或统战部门派出来的统战的一个 大的一个部分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得出来 就是像这种中国来到海外的 这种小粉红的表现 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是普遍的一个现象 我认为 根本的原因还是中共这么多年来的长期的洗脑灌束 造成了这些人 尽管说他每天可以到世界各个国家去 但是他的思想 他的行为 仍然还是中共跟他灌束的那一套的影响很大 所以他们表现出来 在能登这个钢琴家这个事件里面表现得非常明显 我们看到最早起因并不是卡巴拉的钢琴师去要找这些中国人 而是这些中国人主动上来说他拍了拍了什么东西 挑起这件事情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中共的洗脑灌输这种状况之下 强烈的宣传这种之下 这些到西方来的这些人 对我们西方的这个文明法律制度的影响 那是确确实实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地方 那作为这个西方人来说 在面对这样的一些骚扰的情况 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攻击渗透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像卡巴拉先生那样 骑之鲜明的说明他厌恶共产党 这个卡巴拉先生我一再的看他的视频 他始终强调的他是讨厌共产党 他并没有说是讨厌整个中国中国人 所以不存在的种族歧视的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回答了小平先生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民主自由的人 民主自由世界的人一定应该像卡巴拉先生一样 明确地表示出我厌恶你共产主义 也厌恶你共产主义培养灌输和洗脑出来的这个人 在西方对我们的挑战 谢谢 我们观众点评有不少 我练几个 然后我们看看嘉宾简单的回应一下 这个Jack Liu来自油管 他说细抗是路人摩擦 实际上是两种意识形态下的思维方式的冲突 有些网红以为吃爱国馒头就政治正确 不过网民慢慢理性分析看问题了 骗不到流量了 这是这个一个观察 另外一个观察来自X 他这个X这个网友叫Bready 他说明明有问题就是两个男的 女四有礼貌的来和英国男沟通 一切都正常 直到中国男出来 英国男转移攻击身份 两边矛盾升级 男的就是语言表的能力低下 情绪控制力低下 所以说小明先生 你怎么样回应这两个点评 当然 先说第一个 他第一个呢 我觉得说的非常到位 确实这两个冲突呢 有这种彼此之间的某些误会 比方说在交流过程中 有彼此之间的这种思维方式上的不一致 但是更深层的是在这种思想意识上 双方的这种矛盾 所以这是这次争论的实质性的内容 就是说引起外界警惕的地方 那么他们的这种深度的这种认识 思维认识这种思想意识 中国人这种小粉红 对中国来的小粉红 他们表现出来的这种 就是这种对民主制度的这种 应该说是这种利用 对民主制度的这种曲解 然后呢 他们表出的是 对他人的这种不尊重霸道野蛮 这里边实际上带有极强的这种 专制制度下出来的这种奴民的这种色彩 所以这里边 从本质上恰恰就是上刚才这位说的这个 当然第二位说的这个 男人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问题 我想这个里边呢 我觉得不是语言表达方面的问题 女士呢可能态度可能有的温和一点 但是这也不是说女士都温和 男士都霸道都粗野 我觉得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这件事上 我觉得这个男人大 就是这个小粉红的这个男 小粉红的这个叛逆期少年 他的表现 我想他是要出一点风头 想压倒这位英国的钢琴家 他所以他用的是 都是这种最毒的招数 用最恶毒的这种语言 比方说这类似这种种族歧视性骚扰 他这个呢 这根本不是这种彼此 甚至说不是一般的吵架的这种方式 所以这一点来讲 非常的非常的恶毒 所以这不是说他粗野 没有文化 或者说语言不行 我觉得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 谢谢 那么关于这个英国钢琴家呢 我看也有两种观点 那么念完以后 请高律师点评一下 一位是X网友 他说这个 这个X网友叫Wartman Hearden 他说中国人要求很有道理 这个钢琴师就是个小丑 在网络上卖弄 这是一个观看法 另外一位呢 我们的油管网友呢 叫I don't care as an dictator 他说呢 老派的英国老绅士 风度偏迁 绵力长针 坚守底线 不像我印象中那些 满身铜臭的丝块 所以说啊 我想请高律师 你怎么回应呢 不排除这钢琴师卡瓦拉 在那边他要遍弃流量 但这些事情就本身来说 很简单的 这个这件事情本身来说 表现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很明确的反映出 钢琴师对共产主义的厌恶 这也是一个民主社会 生活了很多年的 一个艺术家 最真实的思想的表露 这一点我觉得 我们看得很清楚 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些小红 小粉红们 利用所谓性骚扰 什么骚扰国企这些事情 来夸张这些事情 本身是这个毫无根据的 因为所有的东西 录像都摆在上面去 所以这是完全可以断定的一点 有一个网友观察 来自油管 叫Jack Liu 这个叫Peter Law 他说有一件事让我很意外 国内的社交媒体的评论区 一面倒地骂这几个红旗男 红旗女丢人现眼 好像不 好像中宣布失能了 那么昨天呢 我去中国的这个微博上也看了一下 微博上呢 你看看这个是怎么说呢 彼之左岸右转2019 他说是不吹不黑 看了整个视频 觉得好丢脸 丢脸丢到 这个找挖国去了 你要保密 跑公共场所作甚 醉了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 中国这次舆论呢 是不是不太支持这些人 这样一个行动 尤其是那位刘萌营 他说他是用行动 保护国旗的行动 也没有得到中国的这个媒体的 或者叫中国舆论的多少支持 这个现象你怎么点评呢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他是夸张嘛 就是他这些人 利用想利用这个视频 现在已经全世界 都在关注这件事情 利用这件事情 要表现他多么样爱国 多么样保护国旗 但我们看整个视频来说 跟国旗完全没有关系 除了卡瓦拉先生两次 或者是三次 来提到你拿着共产党的这个国旗 共产党的旗帜以外 并没有任何说 我把你的国旗拿过来踩掉 或者把你的国旗拿过来扔掉 或者把你夺掉 没有任何这样的一个行为 没有任何一个肢体的碰撞的行为 性骚扰更是无稽之谈 没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中国的这些网红 想利用这个视频来抬高自己 夸张自己 但人家很快就能从肚像里面 看到事情的真相 反而让中国的民众厌恶 这几个人的表演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也反映出他们也并不是什么 中先部那个地方的安排的 完全是这些人 在中共的洗脑的这个 长期的洗脑以下 自发的一种 这个很偏激的表现 好 那么最后呢 我再练两条 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点评 我们就换题 这个兰花花说啊 就像蓬佩奥前国务卿所讲 要把中共和中国 以及中共和中国人区别开来 中共不等于中国 中共不等于中国人民 那么叫Crazy Why呢 他说呢 根本就是无理要求 被拒绝 离去那个男的 马上狂犬病发作 那国旗说是 这是赵家人的一贯的本质 好了 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 就讨论到这里 要感谢我们的嘉宾 美国律师高光俊 和中国时政评论人 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人 小明先生 参加今天的十四大家谈 两位嘉宾呢 在节目中发表的 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谢谢大家